我順便講一下我為什麼會挑這台 其實這台真的算不便宜 價格快要到一萬三 一萬兩千九百九十元 為什麼挑這台 這台裡面有無限 有藍牙 嗨 大家好 我是Edeba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比較特別的開箱 這個產品在網路上 其實我在YouTube裡面 去搜尋這個產品 台灣無從沒有人開 應該是說中文沒有人開箱過 有點好奇 這個東西其實我拆開來了 我把SSD還有記憶體裝上去 這種小主機 我其實很猶豫要不要買 為什麼我有這個需求呢 我現在其實在辦公室 我在這牆面上架了一個電腦螢幕 想說有時候譬如像我在底下健身的時候 或者是播放一些證書 或是影片 讓其他可能有來事務所的顧客 可以看 譬如像說有時候有些的當事人 還有小朋友 那小朋友呢 如果在我們諮詢的狀態底下 他一直會不停的跟媽媽 或爸爸在說話 會影響到我們諮詢的品質 所以我們想說做了一個這個 讓小朋友可以分參加注意力 看看這些影片 所以我想說 這個在牆面上的螢幕 該用什麼主機 用什麼方式比較好 後來我在網路上就看到 我這種小台的主機 說實在 我自己覺得他價格差很多 從幾千塊到幾萬塊的產品都有 今天要開箱的這台呢 是Intel的NUC-8i-5B-E-H 等一下在開箱的過程裡面 裡面已經被我裝了SSD 硬碟跟記憶體 這是我先裝的 猜一下給大家看看裡面的內部構造 之後我裝上去之後使用 還會跟大家講看新的 裡面是這樣 打開之後 你看就是這台小小的主機 先看他的位官好了 說實在真的很小 我的巴掌大而已 就是大概是一個半手機 不過高度還比手機小一點 然後他的介面有哪些 先看前面喔 前面有兩個USB嘛 兩個USB孔 還有音源 然後這是電源 按下去就有啟動 正面可以插 SD卡 Mini SD卡 然後這應該是電腦鎖啦 再來看後面 WC接頭 兩個USB 然後網路線 HDMI接頭 一般的電源 這個主機非常的小 打開來呢 電源線 兩條 直接菜 其實像這種小主機 我發現還蠻多牌子的耳鎖 可是價格真的落差太大 我這台 我記得他的洗機物是i5 我是覺得 就我播放影片 其實一定是錯錯有原因 我一講講說 要不要畫i3都可以 如果 買電腦這種東西就是 你再去一個平衡值嘛 i3畢竟很久了 i5雖然很久了 但是 至少 它是現在很多公司可能在用的 因為它不像i7還這麼貴 或者是更新的 啊看時代 價格真的是不得了 所以我就挑一個i5的 欸 這邊 這個就很重要了 這是鎖在螢幕後面的背板 可是要怎麼弄呢 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 我慢慢再研究吧 應該是 對到這後面吧 就可能這樣 靠著把它鎖上去 至於說怎麼鎖 再研究 電源線 然後說明書 很大一張 全部都寫英文 其實看不懂 有啦 有一個小小一個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中文 我順便講一下 我為什麼會調這台 其實這台真的算不便宜 價格快要到一萬三 一萬兩千九百九十元 為什麼要這台 這台裡面有無線 有藍牙 我們不想再另外裝啦 而且 我很怕 產品買回來有些規格不符 先前 我有一個無線的WiFi 裝上去之後 不因此全部不認識 我就覺得好頭痛 所以我想說買這個 就合在一起了 應該不會給我來個 不認識的情況 我說怎麼拆啦 就這樣 它裡面 裡面只有主機 裡面有M2的插槽 只是我買的時候 店員沒有特別跟我講說 這個部分 我拆開來之後 我才發現 這原來需要M2 不一定來 是說它有這個插槽 你也可以去買一個 M2的硬碟 把它裝上去 它的速度 很快 辦公室基本上 所有員工 所用的電腦 都有M2 速度真的是 跟以往 SSD 快好多 欸 這不知道寫些什麼 全部都是英文 好 拆開了 這個就是我買的記憶體 記憶體有兩支 那時候 為什麼會挑這個 因為它最大 可以容納到 32G 為時我記得 記憶體 它基本的需求應該好像要4G吧 還是2G 很多的這種小主機 我看到有些的規格是只有2G的記憶體 4G的、8G的 這是大部分的規格 這個是可以容納32G 我覺得 它的著遠於未來的擴充性 或至少你未來想要把它拿來當作更長久的使用 32G的記憶體應該錯錯了 現在要拆這一顆 到時候這個裝好之後呢 會使用 我盡量把中間可能需要安裝的過程呈現給大家 讓大家以後可以思考說 要不要買這種 因為說實在的 你買了一台這麼大台的主機 如果是一般的文書試用 我覺得好像沒有必要 除非像我這種可能 三不五時會多加些什麼 或是有比較會圖需求的 這個才有需要 如果沒有這種需求的話 我覺得一般這種文書機 就已經綽綽有餘了 不過呢我其實要控告認的 為什麼它只有HDMI 而且絕大多數這種小主機 有DP接頭的真的不多 但是其實DP接頭呢 它可以顯示的解析度 是比較高的 那HDMI大家都知道它有限制嘛 有限制的狀況底下 我記得好像是1920x1280吧 像後面這個43吋螢幕 它就不能夠顯示到那麼細緻了 我覺得有點可惜啦 那時候我view到有一台 有DP接頭的 只是它裡面有些規格 也不是我想要的 或者是記憶體 其實我大部分人 還是會看一下記憶體 大概才可以懂它多少 太低記憶體了 東西慣多了 或者是有些程式在跑 尤其像我這種 有時候 瀏覽器一開 三四十個 瀏覽頁面 是跑不掉的 所以記憶體的使用量是非常的大 再加上WORD 文書處理 Sale 都開了一堆 所以記憶體太少了 沒有辦法服務的需求 不過這台本質上 如果你只把它當成 預熱機 我覺得應該就錯錯了 這邊四個螺絲 它沒有辦法完全拆開 它就這樣 你把它轉從之後呢 它就可以拿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近看 有看到嗎 這四個螺絲 打開會是怎麼樣呢 不用擔心會掉下來 就這樣 內部構造 兩塊記憶體 是我已經插上去的 微缸的 16G兩條 然後這邊呢 轉過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其實我插了一個 SSD硬碟 把下來給大家看 其實我一直很懷疑 我到底把不把他下來 插上去很困難 真的很不好插進去 它可能要用那種 完蛋了 我現在是完全 打不下來的狀態 給大家看一下 我弄了一個Kingston在裡面 然後再看一下 裡面的規格 這個位置 收支的這個位置 這就是它M2SSD 其實是無從白眼有好幾隻 其中有一隻 剛才我壞掉了 不然我們會把它拿來插上去 哇 好幾樓 都不下來 不對更正 不好意思 我剛才少來一次 我旁邊鎖了兩顆螺絲 我看它拿不下來 我先把它拿下來 記得喔 那個硬碟是要選購的喔 所以我這整個 因為SSD是我本來就有的 SSD為什麼沒有呢 去年有一段時間 M2的硬碟在降價 所以我買了 這個前前後 好像買了 七個還是八個 那就是把這個SSD硬碟 快下來 所以我還是 第一點 事務所還蠻多的 我看到我 螺絲剝下來之後呢 我拿它下來嗎 欸 可是有難度耶 我倒下來一直弄下來 有難度有難度 我試著證明 我螺絲剝下來之後 我還是沒有辦法 把這硬碟剝下來 很困難 幾度很困難 好 放棄 在放棄的狀況底下呢 把記憶體拿出來給大家看 記憶體 記憶體的安裝其實非常容易 把這兩邊打開來 你看看喔 翹起來了 圍鋼的 16G 那很多的它都是內建在上面 或者是 它只有一個插槽 因為那時候已經確認說 它最大是32G 而這買回來 它原則的狀態就是 這邊是空的 然後這邊 這邊SATA的接頭也是空的 所以你自己再選過RAM 還有N2SSD 現在把它裝回去給大家看 哇 沒想到這個SATA硬碟已經猜不下來了 不是猜不下來了 很難猜 其實可以的話 我覺得可以把N2的硬碟把它裝上 它速度差很多 它最主要只是因為我只有單純的 我放影片 就剛才我講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是沒有購買 特價的狀況可以再買看看 因為它硬碟是空的 所以你回來之後 必須要自己安裝Wish 也僅限於Wish 另外一件 我可能要KUNPLAN這台主機 驅動程式 請自行到我們網站上下載 這我覺得沒有很方便 不過想一想啊 對 它沒有光電器 沒有光電器 這是必然的啊 它怎麼給你驅動程式呢 難不成給你一個USB嗎 其實可以的話 它會覺得還不錯 不過這些都是成本 好小抬一抬 這到底要怎麼穿上去呢 啊 我懂了 我好像有點了解了 這個應該就是先裝在 後面那個背板上面 然後這個再鎖上去 你看喔 這個四個孔 這邊有螺絲嗎 四個孔可以對到這裡來 可以對進去 但是呢 這中間這四個 可能就是對 對那個電視螢幕 或電腦螢幕的支架 或是電腦後面的背板 先把它鎖上去 然後再鎖外面 應該是吧 因為好難喔 但是很難 不管 反正我先把它吸收光 再去研究它 今天呢 總結就是安裝這台小筆電 它其實功能 非常的齊全 這沒有業配 只是說我覺得 你看喔 因為這一台 這台比較特別 這台是40吋螢幕 最早買這一台比較大的螢幕 你看它是佔畫面的一點點 因為它現在有一個 背後支架 是夾起來的狀況 但是 你要放出來處理 其實不會在很難 之後可能把它放到上面 它就能夠 互放 或是執行我要的東西 個人是覺得 不佔空間蠻好的 你要說它沒有缺點 有 一支晶片啦 根本就沒有顯卡 所以你要讓它做一些比較 例如像是 Foloshop 或者是 Premiere 它大概也沒有辦法生長 這在我定位裡面 可是一台文書機啊 小巧文書機 但是你要把它 跟一般的文書機相比的話 價格當然是不能比 不過它就是小巧 好用 帶著重 這樣子 今天的介紹 當時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我就讓一個40歲的老人家 這房間給你看 欸有耶 有